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下辖10个街道,覆盖人口达192.61万。 配网作为电力系统的毛细血管,保障其健康运行,直接影响着千家万户的生产生活。 江宁区供电公司负责配网巡检工作的每个班组,平均负责的配网线路超过2000公里。 每个星期都有繁重的巡检任务,常规依靠人工巡检困难极大。 辖区地形复杂,有山、林、农区,还有部分城市线路,很多地方只能步行巡检,每天能够巡检的干塔非常有限。 常规人工巡检视野有盲区,且部分隐患很难察觉,比如绝原子异常发热,这是作业人员巡检时面临的最大挑战。 为了更好的保障电力供应,国家电网江苏公司一直在寻找更高效科学的巡检解决方案。 江宁区供电公司作为江苏省内较早使用无人机巡检电力配网的队伍之一,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作业经验。 使用DJI Mavic 3T能够非常便携灵活地进行日常巡检作业,尤其车辆无法驶入的地方也能轻松巡视。 每天的巡视效率提升百分之百。 无人机的空中视野优势明显,能够看到干塔的各个面向,不放过任何一个隐患,迅速准确地定位问题。 除此之外,DJI Mavic 3行业系列续航提升了很多,单架次即可完成30G干塔通道巡检工作。 在地形复杂或信号不好的地方,装配4G增强图传模块,可以让信号更加稳定。 针对肉眼不可见的异常温度电,Mavic 3T的热成像相机能够快速锁定异常点位,更有联动变焦快速比对,助力巡检更高效、更精准。 现在江宁区供电公司已经进入自动化巡检阶段,更多的重复作业任务都交给无人机来完成。 通过航线规划或在线任务录制等智能功能,新手也可以高效高质量地完成巡检任务。 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标准的巡检工作流程。 第一步,预先制定巡视方案,并通过派单平台PMIS 3.0系统下达相应的配件线路巡视任务。 第二点,到达现场后,飞手通过移动巡检终端在线接收巡视任务, 并操作无人机完成网格内全部配件线路的巡视工作。 第三步,通过PMIS 3.0系统,巡视图像实时图传至宾围班组后台。 班组人员随即在系统平台查看, 以人工智能识别技术对各类隐患缺陷进行精准的判别。 第四步,系统自动记录巡检数据并生成全部缺缺信息, 方便因为人员后续进行销缺工作。 引入无人机之后,江宁区的配网巡检作业, 总体缺陷发现率提升了百分之百,应用效果显著。 电力系统的良好运作离不开每一位一线巡检人员的辛勤劳动。 他们守护着万家灯火,而无人机助力他们高效前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